Hello 大家好 我是Suma媽 今天我會和大家拍一條開箱片 是什麼開箱呢 就是中文書 之前我拍一條影片 說我會帶小朋友的中文書回來 其實真的很重 而且行李箱沒有那麼多個位置 所以我現在都會慢慢地 可能都會在網上買 我們大約在家裡一季買一點點回來 這次我買了這個Boss的份量 都幾大 幾重 因為郵費有點貴 可能我三四個月就買一次 因為就省了郵費 那我和大家拆開箱 究竟我們一家四口買了什麼書 好了 那這間東西就叫金石堂 那我覺得它是有很多款的 那我現在呢 阿仔阿女在裡面在洗澡 很開心 還有一些聲音 那我今次就一共買了九本書 郵費大約港幣五百多元 那看看我買了什麼書 這一個就是砌圖 有六塊 七塊 八塊 九塊 十塊的Poly 好像很可愛 所以就買給小朋友玩 又學中文 又可以學小字 那這個呢 我覺得很漂亮 我之前說我女兒 我女兒都很喜歡HELLO KITTY 因為她是粉紅色 這個是學國旗 有不同的世界各地 可以學兩文三語 可以學中文英文 這個不錯 挺漂亮 還有一個是買給女兒的 這個就是數字連寫 學習卡 即學字卡 因為HELLO KITTY 所以吸引了我買 那你買給三樣東西 這三樣東西是買給我女兒的 那看看吧 有什麼東西買 那多數是我老公買書 他就買了四本書 嘩 好 給大家看看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老公買了什麼書 和他自己選的 對了 這四本就是我老公的 那就是我自己 我很開心 我聚了媽媽這麼久 其實我很久沒有為自己買過書 那因為我女兒 今個星期開始上學 那接下來也有三個小時的空間 雖然也有兒子 但是呢 就推動我 多了時間 我就 嘩 好了好久 沒有幫自己買書 那其實我老公 也是剛剛說完 一季一季會去買書 但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沒有時間看 所以我就沒有浪費 沒有動力 去有什麼書去看 那這次很開心 那我怕我買完不看 我就選了一本書給自己 就是這本 三至六歲的教養書 那其實呢 我就算是家長 我也有很多教養的問題 不太懂得教的 我女兒是比較外向 放任 其實她經常都不懂 可能給她一些 要怎麼做 或者是聽指示 那我也想做一個 好一點的管教方法 這本書的書名是說 三至六歲做好管教 不打不鬧 孩子更CAT 孩子更聽話 我覺得她都很好 學多些管教的東西 是對父母也好 所以我就選了這本書 希望我真的會看 這兩本書就是我朋友介紹的 其他家長介紹我 買完都說不錯 因為小朋友學習情緒 其實我們經常都只是說 開心 不開心 其實還有很多自負 是給小朋友可以用的 這本書 可能她翻完學 翻完luxery 可以多些自負 去形容自己的情緒 可能是 生氣 可以是很生氣 可能是 哀傷 或者是多些自負 我覺得我女兒 都是只會說 開心不開心 因為爸爸媽媽都經常說 這兩個字 我也想去學多些自負 這個 因為她是這系列 我看了書名 我覺得挺好 我愛交朋友 因為她上學 就會多了很多同學 她的世界就多了 有同學和老師 她現在都懂得說 我上學 見老師和同學玩 我也想她懂得和她 社交更好 我自己是做社工 我覺得小朋友 社交比學習 學習也很重要 但是社交 會表達自己的情緒 會表達自己的情緒 我覺得是更重要 我都很想和柔柔 一起去學這兩本書 所以我就是買了這麼多書 這就是我最近買的九本中文書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好書 推介 如果有的話 就告訴我 我在R 我還沒介紹 我在哪間書局買 這個書局 叫做金石堂 是台灣書的 所以它是有繁體字 有廣東話字 不是簡體字 所以是很好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好書 無論是父母看 家長看 小朋友看 都可以留言介紹 告訴我 今天介紹完給大家 知道上網 其實都可以買到中文書 所以如果出發之前 有太多太多的書 建議大家可以上網去看看 究竟有什麼書買 那就可以帶少些東西 因為始終 不可能太多東西一次過 是香港帶來的 所以 大家可以上去的網站 看完 原來這裡有什麼書買 那就不用帶那麼多東西了 當你開心的時候 你可以有什麼做 有這個舒服 爸爸 有喜歡唱歌 爸爸 爸爸 媽媽就喜歡 畫畫 她可以寫起來 媽媽喜歡畫畫 或者寫起來 記得我們開心 媽媽 可以清晰一點 對 可以寫下 或者畫畫 或者和朋友一起分享 原來不開心的時候 當你生氣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表達 縮起來一塊 畫畫 原地跑 發脾氣 扔頭 扔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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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不開心生氣的時候 就會這樣 有些小朋友會做法 就是在公園散步 當沒事 或者深合眼 深呼吸 或者由1 數到100 都可以這樣做 對 1 2 3 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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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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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